第四節 好 歡迎大家回來第二節 還有Jerry繼續跟我們說說他現在現有的工作 如何再奮鬥 對 可不可以說說你一開始去 那個名字也很厲害 其實也不是名字 實際上也很厲害 其實名字對於我本身來說 其實不是一個很重要的東西 當然是反映的 他請你做亞太居總經理 主要是負責營業 以及銷售和市場 如何幫公司推廣我們的產品 我想問你之前那份工作 其實那個職責是純粹是銷售管理 對 純粹是銷售管理 他找你由頭設置 做 initial setup的亞太區的總經理 主要管理 我兩件事想問 第一 我想問你 其實實際上你設置的時候是做些甚麼 人海茫茫點 找第一宗生意 另外再問一個問題 你覺得人家為何會找來 其實這個也是一個機遇 我覺得 剛好現在公司他們想在亞太區 也想有一個發展 以前他們公司可能是在新加坡 他就覺得地域上沒有優勢 對著現在可能龐大的中國市場 他就覺得在香港設置會有個好處 對 會好一點 因為面向國內市場 作案 地域上始終有優勢 文化上 都是中國人 對 都是中國人 但不是新公司 其實他不是新公司 其實他也是在國際行業上 有一定的知名度 只不過他以前在亞洲 沒有怎樣投放資源 其實他在亞洲的部份是很慢的 相比我以前的公司來說 其實相差了一大截 德國公司會比較保守 對 都是的 其實相對來說 德國公司尤其是私人的 即是一個主持人的 其實他是比較保守 正常的 他可能會集中火力 做回自己的呼籲 例如歐美的 自己做回這個市場 其他不打算 或者等他有多餘的精力 或者多餘的資源 就開始想 那時我剛好 因為我有個同事 在之前的公司和我共事 他又轉去這間新公司 那他其實是你的上司 其實可以這樣說 因為以前我都是報告他 他也是負責銷行業 但他管理的資源會比較大 當時我記得他打電話來 就說他們想在香港社會辦公室 想找一個人 當然熟悉這個市場 以及最好當然是在香港 香港的人 或者是中國的人 他就問我有沒有興趣 我當然 立即 想一想 無可抗拒 不是 其實不是 當時也有考慮 因為其實 以前也做得很開心 對 都會有進升的空間 但當然 其實衡量角 可能 不如出來試一試 反正他 人工其實也是其中一個考慮點 另一個就是 他給我發揮多個機會 因為零開始設立 始終都不是一個 每個人可以有的機會 那時候 打電話過來 我就考慮了一兩天 回覆給他 可以了 我會考慮你們 如果你們給我 結果 邀請了我去 德國總公司 去Franford 附近 Franford 附近 即是見大老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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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CFO 一起坐下 因為他們 對我沒有了解 純粹是我的同事 訪問 他們當然 請求人的時候 他們都要見面 或者有一個基本的了解 先拼取 這個人 都是我們 即是覺得是適合的 這份工作 那時就 過了去 訪問 都有來匆匆去匆匆 即是 一天去 第二天訪問 第三天回來 結果 他們就 覺得適合的 以及看回我的年紀 因為本身我的年紀 都是三十多歲 對公司來說 一個發展空間 如果你請我五十歲 其實可能 十年八年 就已經開始說 退休了 即是 即是年輕人 即是八十號 你不要經常說自己 即是不行 即是年齡優勢 當然 你最大的資產 就是你的青春 即是年輕人 即是 可能缺乏一些經驗 但經驗是可以累積的 即是 即是 你不要經常覺得 你年輕就覺得 不要優勢 或者很年輕 買股票 買增長股 當然 如果太過重磅 已經很成熟的藍炒 你都未必會考慮 即是 即是 如果對這個行業沒有認識 他或是要重頭再訓練 或者有些經驗 或者 網絡他不清楚 但因為 老實說 對 網絡 或者客戶的群 都比較清楚 即是要邀請客 都邀請誰 對 即是要找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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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要找到一個關鍵版 即是說到事 對 你都不可以對牛彈琴 你找一個說不到事 跟他 追逐幾天 但他最後告訴你 我說不到事 你找我的老闆 這些就是一些技巧 他們覺得我有這方面的經驗 雖然可能年輕一點 但他們覺得可以培養 還有沒有什麼個人質素 也有 其實我經常覺得我們做這行業 因為我出差的廁所真的很多 整個飛 整個飛 但舊公司已經整個飛 對 現在更加更深 人的資源不是很多 所以自己都要 身體力行跑多兩步 人家不到的地方 你都要到 例如 有什麼地方 其實主要是國內的偏僻 不是說一線的城市 有什麼名字 什麼 什麼 河南招作 你都未聽過 招作 什麼 昆明 海口 即是二線 在昆明 你會知道 什麼海口 海口 海南島 不是 在昆明 什麼 昆明 海口 還有一些 譬如 成都 成都 成都已入的地方 再偏遠一點 武漢再偏遠一點 那裡有些市場去做環境嗎 我們還有一個行業 其實是做一些精密工學 可能你們現在看到攝像機 或者鏡頭 其實我們的機器 也有另一條產品 可以生產這些 很像我自己 我去這些地方 我跟他們說 我去玉林 去陰州 那些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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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早前去過 我想大家會比較認識的 就是開風 都是因為拍攝一些 對 誰會開風 是的 也是 你會擴闊到自己 很多東西 那你 你是否想說一件事 Jerry 你是否說 你的質感是甚麼 即是肯撕底 那些地方 其實 其中一個 其實不怕辛苦 有些人想說 Jerry你出差 很過癮 大家看過 坐必勝一山 在香港飛到上海 對 北京 兩天來回 中間開過議會 就回來 其實 我最近 或者這一兩年 有些經驗 就是 你五天 要去五個不同的地方 中國 基本上就是你早上 開兩三個會 下午四點就走 坐飛機 去機場 去另一個城市 你去到 現在國內很喜歡 有延遲 航空管制 有時你真的不好坐 你坐在那裏坐五個小時 是 經常 其實飛飛過兩兩小時 令到你 可能已經去到半夜 去到酒店 基本上就是打開箱 飯都未必可以吃 拿個 洗澡的套裝出來 去洗澡 臨洗澡又好睡 第二天 基本上六點到七點便要 又關上行李箱 檢查出發 出發 見客 日如是 我可能連續五天 有時累到 連去到酒店 其實他剛才跟我說哪間房 真的忘記了我的號碼 因為你每天都不同 完全不同的酒店 你想說的 其實是肯吃虧 不怕辛苦 抵得想這些 最老土的概念 其實是 又重新出來 是嗎 也是最老土的 其實我 最好 對於我自己來說 其實不計較 不怕吃虧 其實年輕人吃虧 一點點 沒有所謂 其實我們都是看長遠 現在不是的 會提到工勞工權益 是 你有沒有OT保 還有三公 假期要我半夜計 睡不到的時間 就要重新給我 28元的鐘 最少 正常來說公司都會 有重新給 但你基本上都沒有時間 你試試你寫一張方法 去Francfork總公司 說我國內航機延遲了五個小時 所以要提到的五個小時 我以為德國老闆見到 已經想炒你 嘩 因為他本身也是這樣 可能 他會覺得是存包的 不過Jerry剛才說的 其實我覺得 我的想法就是 其實我們現在每天 無論接觸任何人 你工作好 任何一個環境 其實很多人都在看著 現代人 我們大家都有文化 受過教育教養 無論怎樣 你做得好 看見Jerry Jerry 你真的 抗世奇才 百年的抗世奇才 我不是叫你這麼聰明的人 因為現在我們學會了這件事 大家對大家禮貌 但是背後就說 嘩 這傢伙 以後有什麼有東西都不要找他 我們心裏面 其實都會給一分 所以我也想和 炒開一點點說 和各位觀眾分享一下 Jerry的經驗 其實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很多人在背後 或者直接看著你 他平時跟你接觸一定很客氣 也跟你說一些我們叫做sweet talk 但是最終他選不選你 其實他心裏面已經給了我分 到有機會來到的時候 他會否將這個機會給你 還是給別人 其實我自己坐的職位 我都很明白 我介紹那個人 來給我德國那邊的大老闆 說好就好 不好就好 老闆一定怪在我身上 我又沒有公司收到 我又沒有公司收到 我又沒有這個險 其實你們同意這個看法 我同意這個看法 其實我何時都會覺得 譬如你做現在的工作 其實你應該準備下一份工作 不應該看得太短視 你今天做的 其實可能今天不會有人讚賞你 但可能你做出來有某種成果 其實到時人家就會欣賞 或者拿出來講 正確 而且我覺得很特別 當你不是故意去推銷這件事 不是說我想討好他 總之我努力做好事 人家看得到 下次有機會他會找你 但反而你努力 其實我想拆鞋 我想支材 人家就覺得你便宜 其實老闆都是一些很有經驗的人 他都會分別到你是真的拆鞋 還是你是一個實幹的人 老實說我走的路線 是希望走一些實幹的 雖然他是老闆 但其實有時沒有必要 即是硬銷售 即是硬銷售 就沒有必要 沒錯 即是有些人經常說 我一走過來便有一個目的 老闆 我打算有好處 我就拼命把資源投放 如何哄你拆鞋 其實最終人家感覺到 人家有好處便先拿 你送禮給我 沒有所謂 拿了先 但你是甚麼人 我心裡不知道 我將來有機會 是否會給你 這個便是別話 反而你自己真的有那個質素 你剛才說 不怕吃虧 我想你在舊公司也肯定 一定是有這樣的質素 被人看得到 人家才會找你挖角 叫你過去 都同意 都是有這樣的原因 其實我想八卦問一下 Jerry 你在這一個年多 已經做到這個報告的時候 你還怎樣去準備自己去做下一份 你所說的工作 但你是已經 在這裏 你是很想做到一個 怎樣的發展空間 其實發展空間 就是 對於我 可能未來五六年來講 因為我現在三十四歲 還有五六年 四十歲 其實這個時間 其實希望就是幫公司 在亞太區的業務 有一個拓展 或者更上一層樓 或者可以在市場上佔一份 這五六年來的目標 就是希望做到這個 其實準備下一份工作 其實我自己本身 都想真的試創業 但現在來說 其實可能是年紀上 或者經濟實力上 其實都要有一個儲備 為未來去鋪路 因為其實將來的事情 很難說 我真是想創業 但我都要找到機遇 或者到時可能有一個 新的科技 想找一個人 你不如幫我代理 或者幫我去探討市場 可能去找人的時候 其實你的履歷 就可以告訴你 我是一個適合的人 所以這也是帶回一個概念 就是其實你自己努力做好自己 然後機會終會有慣 沒錯 你不是說你想做李嘉誠 所有人都是這樣 Steve Jobs 很有錢 Mark Zuckerberg 我也是這樣說的 其實我會有時候 可能享受過過程 多於說你最後 你可能拿幾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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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有時候你去到某個階段 其實錢不是說 你說自己很清高 但其實給你幾億 有什麼用 可能你都自己用不完 或者你都不知道怎樣用 其實最主要是你覺得滿足 你已經其實比較有足夠 我覺得你一直聊天 是覺得成長環境 都是引導出現在的做事方法 其實是的 因為其實本身 你做過很多行業 除了你只是 是的 還有一些 像雪崎宮 有做過很多不同的行業 其實都是一個鍛鍊來的 就是給你一個機會 對 如果講一下Ian 說成長環境 其實我會看一件事情 有些人覺得 我生在成長環境不好 我生在沒有屋區 那我沒有辦法 我要是就行股幅 要是就行股幅 要是就行股幅 要是行股幅 瘋人說夢話 是的 做跨國企業的 亞太總經理也沒有可能 你又回想一下 你同輩的 一起在屋居長大 你會不會都是 有時現在 你見回他們 都在浮口尋寢 其實都有的 同輩或以前的同學 都有些人在浮口尋寢 對 一起玩捕捏捏那些 都會有的 可能是 做的工作比較普通 可能是 餐粉餐眼 但你怎樣看這件事 很多人看 就說 Jerry你很幸運 你又這麼好制衣 我又沒有 讀書又不順利 老闆又個個都衰 其實當然很多人 分別在哪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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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很幸運 運氣當然要有些 老實說 但其實自己付出都要 很多人看 人給人 看你表面 其實你背後做了很多事情 或者別人是沒有人知道 其實我現在每天的工事 我不是回到9.5 其實可能我們出差 白天 即是白天 即是白天見完客 晚上你回去 可能還要做很多 電郵 PayPalwork 做到半夜 真的做到半夜 可能一兩點 第二天 六七點便要起床 其實你休息的時間是很短的 可能別人在看電視 嘻哈的時間 其實你就真正在工作 因為做PayPalwork 其實是一個比較安靜的環境 這一定是因為 尤其是你做外資公司 你說你是德國公司 很簡單 你早上做完事 或者日後做完事 德國那邊的總公司大老闆 就期待你跟他交代 有時差 德國好像差七個小時 所以就剛剛好 晚上他們剛剛在開工的時候 你就跟他溝通 不過說笑 都比起美資公司 差十二個小時 你半夜的時候 他就覺得 人當然是從自己的立場看 我半夜找你 我日後找你 怎麼搞錯 日後找你都不敢動 但你就是廢教時間 沒錯 這些當中 都不少這樣的辛酸 其實都不是說 證明一點不要說辛酸 其實是你工作環境需要 需要到這樣 其實就很難說 我和你去比較 覺得你是很幸運 你做得外資公司 怎樣怎樣怎樣 其實反過來 或者他去處理這份工作 他會覺得很辛苦 因為見完客 吃完飯 還要回去 其實很晚睡的時間 你還要做一些 要很專注力很高的工作 一些項目就會很辛苦 這樣講 Jerry 我想問你 現在人們經常說 工作的生活平衡 平衡 生活平衡 人們問 怎麼搞錯 我八小時工作 然後八小時休息 然後八小時休息 我私人生活空間 客氣客 對 你怎樣看現在 你自己的情況 其實我自己的情況 是不懂得享受直播 是嗎 為什麼不懂得享受直播 或者怎樣說 其實我太專注於工作 在現時的階段 因為始終公司剛剛成立 其實要投放的時間比較多 太太沒有擔心 當然其實會有 所以盡量說 週末爭取 回到香港 教人 對 因為他本身也有工作 他一至五 即白天時間工作 晚上可能回到家 因為可能他收到比較晚 他可能我出差也沒有什麼所謂 只不過我們晚上 晚上會見面 吃飯 但是放假 當然他也放假 所以希望大家在那裡 就會爭取時間 對 放假多些爭取時間 還有希望有抽到時間出來放大 因為我好幾年都沒有共同 大家 這個又回到我 有個概念 會不會其實真的 每個人的成功 其實都是要付出 你 經常都說到這麼美好 又工作 hard play hard 又說工作 hard play hard 又說工作 hard balance 又要多些放假 又要好些福利 自然 你上位的時候 那個機會 當然是差一點 你現在贏了人 如果我聽你這樣說 Jerry 其實你贏人的 其中的主要因素 就是人家可能八小時工作 十二小時 十三小時工作 沒錯 跑多人一步 這樣便會賺別人的份 是否可以這樣說 都可以這樣說 即是你累積的時間 或者你累積到的經驗 會比別人快 因為我本身都很年輕 而且在這個行業 不是太長時間 所以你要取長補點 就是你要投放多些時間 爭取盡量拿多些經驗 去彌補你在年紀上 跟別人的差距 即經驗上 其實都挺看行業的 其實是的 都挺看行業 行業上的問題 即是 我認識很多朋友 都是做記者 他們可能都是很勤力的 亦都很有理想理念 但始終都是局限了一個收入 反而這樣是 事業又比較困難些 即是他們會面對一些 其實的阻礙比較大 這是我少少意見 可能有差開講 因為你選一個行業 因為你自己喜歡 那個傳媒行業 始終是有一個吸引性的 即是開心周圍見到不同人 你有了開心 就要放棄一些東西 另外一些回報就少一些 即是等於如果Jerry 他用多些時間去卡拉OK 享受人生的時候 可能你的事業又會差少少 即是事業上的發展 我覺得要選清楚 當然是每個行業的性質不同 很難去比較某些事情 是的 如果做傳媒行業的朋友 我明白很辛苦 你叫他做Jerry的工作 又要銷售師 又要跑去做那些 接著回來 又不是有哪些很棒的稿 寫得出來 即是沒有產品 做記者又有不同 做記者去到哪裏 你飲食記者 我是一間餐廳老闆 吃完才算 當然不是 見到Ian你就 嘩 當然是拘捕了工套 那不是的 這是正常的 也是的 即是等於做記者 可以見到收穫 很快會見到收穫 即周期比較短 好像我們做這一行 其實周期很長 即是一個計劃幾年 各位觀眾 我不是批評甚麼傳媒行業 即是我覺得每個行業 你拿到的東西 即是如果你相信自由市場 即是為何某方面 即是工資會不會比較低 其實也是有原因 即是另外某個行業 為何你覺得工資會不會比較高 當中也有 即是如果你相信 付出代價 如果你相信自由市場 今天也很感謝Jerry跟你討論 另外一個獅子山峽 木屋區出身 到現在都 有屋有樓有老婆 有穩定事業的生活 我們今次的上流攻略就差不多了 下次再見大家 多謝大家 拜拜